隨著520政權交接即將到來 元首的預照也要根絕更新 而現在賴清德元首預照也曝光 選用的是2024年總統大選競選公報上面的照片 相比現在總統府官網上面的副總統照片 這一回賴清德元首預照是中分奏型 臉上戴著淺淺的微笑 更顯得親民有溫度 三軍同帥蔡總統的照片 高掛在外交部的禮堂上 不過520賴清德正式上任之後 照片也會跟著更新 轉總統賴清德元首預照曝光 就是選用在2024總統大選出現在選舉公報上的同一章 而且這造型其實相當熟悉 經典中分頭髮型 一身正式西裝搭配搶眼的紫色領帶 賴清德過去出席 不少重要場合都會這樣穿 對比現在總統府官網上的副總統照片 看起來嚴謹內斂 這回元首預照 臉上多了笑容 展現出親民有溫度的一面 不論是前景如何 就是要面對挑戰 面對微笑 接受所有的挑戰 看起來是這張預照的一個未來的寫照 根據元首預照悬掛要點 為了彰顯國家主權外交僑務和涉外接待外賓的機關 像是國防部還有外交部 僑委會駐外管處等等都會懸掛元首預照 以外交部來說已經祭出一百一十一份提供給各個外館使用 只是大家也想問520過後 蔡總統的預照要怎麼處理 其實過去前總統馬英九在任時 常有民眾向總統府索取簽名預照 政府還為此編列百萬經費來印紙照片 一直到2016年蔡總統上任 新規定上路才取消 改成在網路上提供圖檔 想要獲得賴清德預照的民眾 之後也能自行在網路上下載 隨著總統換人 總統預照一併更新 帶給台灣全新氣象 謝謝張國鋒 新採訪報導